舞台周边地点有不少摄影爱好者聚集 就希望抢到好位置拍摄国庆的画面 是 没错 稍后直升机 战斗机也将会飞入邻里 还有呈现五彩分成的邻里烟花会演 相信不少公众人也已经准备好了手机 去拍摄这些精彩的瞬间 今天的生活小学堂 我们就请来了摄影达人和大家分享 如何善用手机的拍照功能 让照片更有美感 红尸跳伞 战斗机 烟花表演 都是人们喜爱用镜头捕捉的画面 巨星国旗空中飘扬是一大亮点 在捕捉这经典画面的时候 要如何突出主题增添美感 一般人在拍摄时会把主角放在中间 但这会显得沉闷 照片的美感和故事感很大程度上 由构图决定 九宫格构图是其中一个技巧 拍摄国旗飘扬 我会利用三分法 利用三分法我们就要启动 九宫格我们就去到手机的setting 然后去到camera 然后看到这个字叫grid 我们就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就会去到那个摄影模式 我们就把它放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这样捕捉这个画面 这就是我们平时拍的照片 我们就把直升机跟国旗放在中间 下一张照片我们利用三分法 我们就把国旗跟直升机放在右手边 那这样我们就看得出其实它就是在往左手边飞行 如果你是在窗口或者走廊拍这个国旗飘扬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光线 怎么算注意光线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你的手掌放在你的脸部前面 大概40到50cm 然后再旋转一圈 就像这样 你看到那个光线最足的地方 那个就是光线最好的 那你就站在那个部位拍这个国旗飘扬 陆旋的战斗机飞行表演 今年也飞入林里 一眼瞬间要捕捉快速飞行的战斗机 可利用哪些手机拍摄功能 战斗机飞行速度很快 其实很容易就有模糊的照片 那怎么拍一个清晰的照片呢 其实很简单 就启动我们的手机的连拍功能 我们就要对整着目标 然后按那个拍照的按钮 再往左滑 那我们也要跟着飞机的飞行方向一起移动 之后呢 我可以选择保留所有的照片 或者只是保留着那一张 我选择的那一张照片 拍摄移动的物体像是红丝跳伞 一定要注意保持镜头稳定 避免抖动才能拍得清晰 如果身边有一个三角架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三角架 如果是没有三角架的话呢 我们就找一个地方 比如栏杆来支撑着我们的手 璀璨的烟花跨破夜空 烟花拍摄是夜景摄影的一种 夜晚光线微弱 要如何拍出远难的烟花照 有些新款的手机现在包括夜间模式 那我们可以在微弱的环境下 拍下更清晰更明亮的照片 那你就可以启动夜间模式 在我的左手边呢 这一张就是没有启动夜间模式 而在我这个右手边呢 就是有启动夜间模式的一张照片 一些手机现在都有广角镜头 还有更新的手机现在都有包括 超广角镜头 那数字越小呢 我们拍摄的范围越大 这一次我们拍烟花呢 我们就要用0.5镜头来拍摄 像是一些手机的拍照页面下方 就提供了不同广角的选项 利用0.5超广角镜头 可扩大取景范围 融下更多景物 烟花看起来就更宏伟壮观 这一次拍摄烟花呢 我们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不管摄影或者是录影呢 我们都要启动这个焦点曝光 锁定 烟花呢 它的发射不均匀 那如果我们没有启动这个焦点曝光锁定呢 您的电话就不知道 它要就是照着哪一个焦点来拍摄 就是这样 就是点击 等一下你想拍的 烟花就是这样点着 大概到2到3秒 那这个焦点曝光锁定 就是AE AF Lock就会出现了 另外在录影时 要小心不要遮盖麦克风 直接跟你修的美美了 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东西 如果就是说 哎你也不是说很喜欢那个Auto的话 其实你自己可以就是到不同的那个按钮去 啊就是调你要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个颜色啊灯光啊啊这些东西怎么修改那个尺寸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模式里面 如果你要就是四方形我们也可以调到四方形 好 那如果你要再靠近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zoom in一点 就是这样 完成之后就按完成就行了 好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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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浩子